固定式測速照相 其实是许多驾驶害怕的荷包杀手 大家都遵守速线标示 不过最近台九线冰朗路段 沿线圈出现很多支咖啡杯图示的交通标志 引发民众和网友的议论 原来是因应道路施工速线更改 警方巧妙遮蔽速线 不料意外变成咖啡杯的图样 车辆行驶在台九线上 不过抬头一看 白地红圈的交通标志内 标示的不是民众手之的车俗限制 反而是黑色的咖啡杯 不只驾驶一头雾水 网友也贴文求解 而当地居民更是给出了这般见解 民众以超速罚还金额 有趣的解释这奇特的咖啡杯标示 但究竟迷样的交通标示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是因为前方路段实施路面工程 区段将踩工区速线 施工单位利用黑色胶带遮缘有的速线 结果于原本的相机图示形成了咖啡杯的图样 我们是暂时关闭 工区如果你用这个速线 25或30的一个速线来测速的话 让民众它会造成那困难 虽然因应道路施工暂时关闭测速照相仪器 但警方仍提醒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 另外由于施工路段采单向通行管制 呼吁驾驶朋友行车多加留意 提早出门预备充足车程时间 谢谢夏家会 北南以上报道